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祭州金很有名 尤其在西龟浦一带 更是当地金骨的著名产地 除了新鲜金骨 还有很多金骨的副产品 而且一到秋冬季 很多果园还会开放 被人进去即摘即食 好像这个果园一样 每年10月到第二年的2月底 都可以被2000磐入圆任宅饮食 在当地超市 买个金分分钟都要2000磐 而头顶有个楼的汉拿金 更加卖6-7000磐一个 所以当然是入圆自己摘最底 入果园之前 老板娘会先派发扎金专用的剪刀 以及讲解一下扎金的技巧 你以为扎金刀越大越好 其实老板娘刚刚跟我说 大小不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呢 颜色够均匀 它重身 还有按下去会软软的 即是说它皮薄 即是说它会很甜 如果在圆里面吃不够 还可以用每公斤2000磐的价钱 买走些金 金底真是会忍不住扎满一锣 其实剪金有个小技巧 通常大家剪的时候 都会在钉那里剪 但其实应该倒在底部剪 就是这样 一剪就会很完整 一个金分开两半 哇哇哇 什么吃完的金皮 可以随手放在地上的吗 原来这样 金皮就可以做完肥料了 老板娘说 欢迎大家这样做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